而继续接着是由代表萧文龙进行总质询 并且针对了副理箱内的五个公墓清洁环境问题提出疑问 认为公所应该要加强周边环境的打扫 让公墓环境维持干净整洁 副理箱总共有五个公墓 副理箱名代表萧文龙在总质询时 特别针对五个公墓清洁环境问题提出疑问 认为公所应该要加强周边环境的打扫 让公墓环境维持干净整洁 民元客长回应 相公所针对环境打扫编列预算 一年会出草三次 过年前 扫墓前 中元节前都会进行整理 现在的时代改变 土葬次数减少 公所应该要更加重视环境打扫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编这个预算 来把那个我们公墓做一个整理 尤其是现在就是有人 因为现在土葬人很少 所以他起决的人也不多 那我们每年都会编这个经费 来做一个逐步的一个清理 然后这一两年是针对第一跟第二第三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第四第五 肖文龙表示也指出 第四公墓有一座万青宫庙 因为没有负责单位 民众都认为是乡公所应该要去处理 现在因为环境脏乱 肖文龙希望公所可以调查该有谁负责 还给附近居民干净整洁的社区 记者高中双副理箱采访报道